哈囉大家好,我是4個0 時隔7個月概念女王Idle,終於回歸啦 每次回歸都會帶來驚喜 這是先行曲Allergy,又是完全不同風格的歌曲 表達了對自己內心的焦慮、厭惡和懷疑 以前在大眾都沉浸在社群網路中 讓盲目跟風和容貌焦慮變得更加嚴重 MV的敘事手法非常強 就算聽不懂也能看懂要表達的是什麼 充滿Y2K和泡泡感的拍攝 加上龐克搖滾既動聽又感性 並在最後和主打歌Cream Cup做連結 簡單的歌詞卻能夠引人深思 雖然這三次回歸風格都不一樣 但都離不開一個核心就是打破偏見做自己 K-POP現今在串流全球文化的力量和地位 逐漸提升 比起以往專注於大眾性的K-POP 現在能做出既時尚又大膽的音樂嘗試 建立起獨特的音樂世界 以引領潮流及符合自身認同的歌曲一決勝負 從Town Boy的被水移戰到NUD的再創巔峰 將概念玩到極致把歌曲的魅力發揮到最大 每首主打歌都是由小娟創作的 非常知道要怎麼樣發揮成員的特點 身為Ider的靈魂人物擁有強烈的自身色彩 聲音非常有辨識度一開口就知道是他 而除了創作之外連MV造型和舞台呈現的方式都一手包辦 身兼製作人和隊長為團隊盡心盡力也展現了全方位的才能 從被嘲笑是最醜練習生到現在成為版權富人的王牌製作人 更被韓國網友說出方塊有捐祖坟冒煙這樣的話 今天就來介紹靠著努力和實力一步步往上爬 逆轉自己命運的田小娟 說到K-POP界的創作才女大家會想到誰呢? 1998年出生的小娟現在才24歲 有登記了創作作品就已經有74首歌 團隊至今所有的主打歌都是由小娟作詞作曲 獨特的創作風格也讓Ider風格百變 有著概念女王的稱號 小娟的個人能力更是非常出色 Rap實力出眾 Vocal和舞蹈也是被認證的 好像沒有什麼事她辦不到的 但擁有全能實力的她在成為Ido的路上 卻充滿各種障礙 和現在台上霸氣又叛逆的樣貌不同 從小就學習芭蕾直到小學三年級 參加過比賽也拿過獎展現了天分 而某天在看到Bit Band的舞台後 決定要成為一名歌手 之後開始積極的參加選秀 參加了近30次卻全部落選 但接連的失敗讓她很傷心 並思考著要怎麼改變 於是小娟開始聽嘻哈音樂 也嘗試創作歌曲 沒有放棄的她最終演唱了GD的List Love 展現了優秀的Rap和舞蹈 進入Cube成為練習準備生 再經過五個月後才拿到正式練習生的資格 除了實力突飛猛進也非常認真的學習作詞作曲 她的名聲也開始流傳出去 甚至被說如果她離開Cube一定要把她搶下來 2016年參加了Produce 101 主持人一見到小娟就說聽說你是Cube第一 在演出之前就受到導師和現場練習生的大量關注 而她也不負眾望以優秀實力和自信的笑容拿下了Aden 之後也多次展現穩定的現場表演實力 排名一度衝到第10名 我女生很難問 我女生很難問 但選秀節目最重要的是人氣 從出品到最後沒有一個做不好的女孩卻被評價 田小娟的實力很棒 但是外貌有點可惜 我所認為的女團不應該長這樣 Cube沒讓她出道也是有理由的 被稱為醜練習生 這讓小娟一度陷入了自卑的情緒 她透露自己照鏡子的時候就會很生氣 跟別人站在一起時會覺得自己外貌有點差 變得越來越沒自信 最後以20名的成績無緣進到最終決賽 同年7月參加了UnprettyRapstar3 那個自信霸氣的女孩回來了 在這個用實力講話的地方 可以看到她充滿著自信和野心 在這個節目參加的大多都是已經出道有一些經驗的老手 但19歲的練習生田小娟一開口就成為人人畢之唯恐不及的對象 從頭到尾幾乎零失誤 每次出場都像在開個人演唱會 最終闖進四強 小娟在這個節目的熱度很高 也創下不少名場面 其中最知名的就是Disk Battle 把對手disk到當機大忘池 而在半決賽表演的歌曲 微笑吧 歌詞可以看到她已經蛻變了 就算資深一人我也從未孤單 對那些無可奈何的事情 只要享受就可以了 我會一直變得更加強大 微笑吧 不要露出悲傷的表情 我只想看到你笑的樣子 看似堅強卻又讓人心疼的歌詞 只是一個一路跌跌撞撞還未出道的孩子寫下的 也讓她了解要成為偶像要學習的第一課 就叫做孤獨 經歷了成功的比賽後 公司和她簽署正式的合約 並準備以她為中心打造團體 2017年11月以單曲JellySolo出道 隔年2月再發行第二張單曲Idle Song 而在發行這首歌之前 例行將歌傳給公司理事聽 結果馬上又接到理事的電話說 團名就叫Idle吧 而從這時候就開始親自準備 Powpoint發表了小娟 將Logo設計成英文的I及韓文的D 結合的圖示 意味著有獨特個性聚集起來的女孩組成的團體 2018年5月2日 Idle的隊長正式出道 出道曲La Tata歌詞旋律好 副歌也非常洗腦 有別於一般偶像團體的感覺 依照成員特色打造出專屬風格 而這首出道曲出產過程非常不容易 因為不滿意原本的出道曲 小娟就把自己關在房間三天寫出這首可以代表他們的歌曲 並將她製作的歌曲和別人的歌曲一起通過盲測獲選 當時小娟接受過歌曲創作的課程 但並沒有想要成為團體的主要作曲家 變成這樣也是意外的插曲 透過舞台的好表現 因緣漸漸逆襲 出道後的第20天就奪下一位 歌曲反應相當好 被封為怪物新人 也開啟了田小娟的金牌製作人人生 11月何維娟受邀為英雄聯盟的角色配音 組成虛擬女子團體KDA發布單曲Pubstars 相信有在關注英雄聯盟的人一定不陌生 歌曲的高品質也受到一致好評 並在英雄聯盟的總決賽開幕式表演 在受到全球關注的舞台上依舊穩定輸出 穿著紫色外套氣場十分強大 之後也再度以阿卡莉的身份現身參與三首歌曲 在之前團體介紹的影片中 有不少留言都說是聽到KDA的歌曲入坑的 不得不說英雄聯盟的相關歌曲真的都好好聽 真的不考慮轉做唱片公司嗎? 還沒看過團體介紹的可以點擊右上角和下方資訊欄觀看 GBB 2019年Quindon是讓小娟才華大放益彩的時期 從寫歌編曲到舞台風格和服裝 還有最後表演一條龍全包了 構思舞台的呈現不僅能完美展現自己外 還能讓成員們都發揮自身特色 在節目中他們是最資淺的 但小娟帶領团隊經驗全場 第一次表演就以暗黑板拉塔塔夺下了第一名成为了大黑马 接下来每个舞台都非常精彩 也在节目中把国民度给打开了 而小娟精心编排每次的舞台真的非常辛苦 也见证了她的强大 总决赛公开的LION舞台更是引起广大回响 从舒华的霸气开场到最后全员座上王位加冕 其实磅礴 全程高能非常精彩 在YouTube上个观看次数也非常高 凭借着Quindon成功吸引到大量粉丝 如果说Produce 101是证明了她的唱跳巨佳 Unpretty Revstar 3是证明了她拥有不输给地下的饶蛇和控场实力 那Quindon就是证明她全能制作人的才华实力 对娱乐产业来说IDOL就只是个商品 一年有几十组新的团体出道竞争非常激烈 好不容易爬了上来却要提心吊胆害怕掉下去 某些层面来说Cube不好好做事也造就了如今小娟独树一格的创作风格 出道之团体的走向和色彩 出道至今还能够不断有新的概念和对舞台的想法 总是冲破电音展现出色的Vocal 稳定的舞台实力只要是她的Part绝对能用气场碾压全场 表情管理更是非常有魅力完美的消化舞台 被问到Produce系列的淘汰者当中谁是发展的最好的 相信很多人的答案也会是小娟吧 身为概念制造机的小娟 大概除了吃蔬菜之外什么都会吧 有过多次选秀竞赛节目的经验 也在2021年底的选秀节目放学后的心动晋升为导师 以非常直接感说又专业的评价获得了观众的喜爱 但在总决赛舞台为练习生制作的比赛歌曲上被爆出了抄袭 而ATES在2019年发行的歌曲为副歌有高度的相似 而在引起争议后虽然很快就发文道歉了 也和原作曲家道歉 但也让大众对于她的创作才华打上一个问号 小娟毫无疑问是做错了 但没有必要贬低一直以来累积的创作 也希望未来能够更加谨慎不要再有类似的争议出现 今年Fantasy Boys再度邀请小娟担任导师 非常喜欢2PM的她 这次也成功圆梦和偶像2PM的幼容一起当导师 藏不住小表情依旧犀利不托泥带水的讲评方式 再度引起话题 而在团众和录音花絮中都能看到小娟超严厉的指导 让团员直呼会做噩梦 但这一切都是希望作品的细节能够被呈现出来 并让成员好好发挥实力 从他们首张正规专辑I Never Die开始 将他们对这个世界上的有偏见想法和感情展现出来 打破性别的枷锁获得了非常正面的回响 比起伪装自己而受喜爱 我宁愿做自己而被讨厌 就像舒嬅说过的活在别人嘴下是一种愚蠢 人生是自己的 温馨无愧就足够了 小娟是个很了解自己的内心 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也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并一直朝目标迈进 从被嘲笑外貌的丑小鸭 到现在涅槃重生变成凤凰 命运这东西只有自己说的算 非常期待等下的主打歌和未来小娟的创作 还有7月1日终于要来台湾开演唱会啦 各位Neverland准备好了吗 希望大家手下留情 我的IG也会陆续发一些简单的图文或短影片 欢迎大家追踪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 我是四个零 喜欢影片麻烦按赞订阅分享 谢谢大家拜拜